中文字幕 李宗盛 身上都不要有二條東西 這是佛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正在努力中 國務家 國務家 公司的內部 我們有信念 不能只跟他說 就是没有他 對一些政務來看見事 同這些措施的政府 好像都一時正時代 東北朝人畢章討論 這家幾個做參考 最後有財定 這家幾個財定的判斷 好像都會 等待當政務的做大 做憂政大規覽後摸的 總統不開這件事 財政政府 正在集團 站也就是法務部調查局 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 以及桃園市調查處 接貨現報發現 陳慶嫌犯最近 將組織詐騙騙性的機法 於是我們 會同新竹市 刑警大隊的科技偵察隊 以及龍潭分局 楊梅分局 我們組成專案組 尋線追查 發現陳姓祖賢 在龍潭交流道附近 租用這個高級的 三層樓的農舍 來作為電信詐欺的機房 那專案組經過 整密的搜查之後 發現市證明確 於是我們109年的 11月25號 辭桃園地方法院 合法的搜索票 進入現場執行搜索 當場查獲12名男性的犯前 在進行這個 電話詐欺的犯行 也查扣了大量的這個 手機iPhone手機 以及筆記型電腦 還有狼頭 等這個犯罪的工具 那這個專案組 在他們 這個詐欺集團 運用的手法呢 是以這個 像條商購買的 這個大陸地區民眾的基本資料 然後發送檢訊給民眾 那民眾回播之後呢 就第一線的這個公安人員 就會跟民眾 告知說 他們的 基本資料外線 那可能涉及洗錢的一個犯罪 那必須要製作筆錄 但是犯罪地 他們通常選擇犯罪地的這個 這個公安局 都是離民眾距離很遠的這個公安局 所以民眾通常會回應說 他們沒辦法到現場做筆錄 於是他們司機就會轉到 第二線 擔任這個當地公安局的這個 甲曼當地公安局的成員 那跟這個民眾來進行線上的筆錄 在過程中的信任 告知說 他們如果不將帳戶裡面的資金 來透過檢訪官的要求 接受這個監管 他們有可能遭受起訴 或者是帳戶被凍結 那民眾取得信任之後呢 他們就會轉到三線 甲曼檢訪官的成員 有檢訪官來依知這個民眾 帳戶要接受監管 要求民眾 將帳戶裡面的資金 轉到這個電信炸機集團 他們指定的人頭帳戶裡面去 完成這個這個詐騙的行為之後 再透過兩岸通會的手段 把錢轉回來台灣 由這個詐騙集團來進行同分 在偵察的過程中 這個機訪的成員非常的警覺 他們除了在機訪的周邊 裝設了多支的監視器之外 那只要有人車接近 他們就會派機訪的成員 帶著一隻科基犬 以六口的 假接六口的名義 到附近查看人車的狀況 所以偵察非常的不容易 那本專案組為了 突破這個偵察的困境 所以我們也請同仁 帶著我們自己在裡面的狗 到附近去遛狗 那究竟貼進機訪去做蒐證 來以狗治狗來蒐證 那我們進入機訪裡面 發現機訪的這個大廳 他們也供奉了一尊 這個財神爺的分身 那希望藉由這個 這個膜拜這個財神爺 然後用大量的祭品 來這個來祭祀財神爺的方式 讓他們的詐騙能更順利 能更財源廣告